哈喽,大家好,今天这支视频呢是要跟大家做一个粉底测试 那今天要测试的粉底液呢就是 Lopperry的粉霜 那这款粉霜呢我相信很多同学就算是没用过呢也一定有听过 已经是鼎鼎有名的境界了 那我对这款鱼籽粉霜呢也特别感兴趣 其实说实话我一般情况下呢是不太会选择粉霜的 即使是到了冬天 新一兰是芬南北半 南北半球 新一兰是芬南北岛嘛 那奥克兰呢是属于北岛 之前住的惠林顿呢也是北岛 虽然是北岛的最南端 北岛相对而言呢温度就不会这么低 而且我的皮肤呢在秋冬天属于混合偏干的肌肤 所以用粉底液呢其实就足足够了 或许会用到一些比较滋润型的粉底液 但是我觉得粉霜一向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稍微厚重一点吧 所以我比较喜欢肌肤有呼吸的那个感觉 早上吃了那个法式牛角包 然后太甜了 所以有点黏嗓 那说一下这款鱼籽粉霜 它里面是带SPF15的防晒值 我不太确定这个色号是不是适合我的肤色 因为它是在一个鱼籽酱套装里面的其中一包 我还没有打开 所以我也不确定这个肤色到底是对不对的 但是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天使用下来这个粉霜的感受如何 还有就是刚擦上去的第一感觉如何的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感兴趣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害怕买到粉底液 就是第一次用完之后 那一瓶就一直放在那里 外加呢这么贵的粉霜 我相信大家必须要狠狠地去用它吧 那我现在呢已经上了妆前了 今天我用的是娇蓝粉球妆前乳 好无啰嗦呢 那现在就打开这个粉底液咯 这个颜色好像有点偏深呢 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偏深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擦在这里 有看见吗 就是有一点点偏黄一点点 不知道擦在脸上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呢 Anyway我先试一下吧 这个粉霜的用量呢 据说是不需要用太多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粉霜其实颜色是应该不太适合我的肤色的 它有点偏深了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是希望能够测试这款粉霜的效果到底如何 所以大家忽略一下这个颜色吧 颜色不是我选的 真的是 那这个粉霜据说是它的周盖力挺好的 所以今天的用量呢 我不希望用太多了 就轻轻的点一下 不够的话再加就好了 然后今天呢 我是没有加任何的光泽乳液 希望让大家看到最真实的效果 OK那现在呢 手背上还有 我就先不用了 外加呢 今天我是没有打灯的 虽然我灯已经放好了 但是突然间想起来 诶 测试粉霜 不要打灯 让大家看到最真实的效果 就是静亮了 外面是自然光 就是照下来就是这样 然后今天我是用粉底刷 去把这个粉底液晕开 对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有一点偏黄了 但是没关系 重要的是 让大家知道这个粉霜的感觉 就是使用感如何 把我的刷子都刷黄了 嗯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呢 还蛮容易推开的 比我想象中要容易推开 还挺水的 这款粉霜 是有香味的 它跟它家蓝鱼子 那个香味又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香味还挺好闻的 不过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带 香味的同学呢 可能这个粉霜就不是你的菜咯 哇 有一种要把自己涂 深色的感觉 嗯 我觉得这个粉霜还蛮容易推开的耶 而且我觉得它的遮盖度还不错 就是鼻翼旁边那些泛红的地方呢 都能很好的被遮盖住 粉霜的遮盖力通常都会比粉底液要高嘛 所以如果说你的皮肤偏干 然后又希望遮盖度稍微高一点的话呢 这款粉霜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大家看下这个色差 就整个涂了一个大黄脸 就是选不对颜色呢 大家看到就是一个色差是有多明显 通常看呢就是看颈部的侧面 跟这里 就是你看这个颜色 色差还蛮明显的 我现在擦上这款粉霜之后的感觉 就是觉得这款粉霜呢 滋润保湿度很够 尤其滋润度非常够 那它会是一款秋冬比较好的保养型粉霜 另外就是它含有SPF15呢 防晒值呢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秋冬天呢 这样子的防晒值的粉霜就够用了 是觉得它还蛮好推开的 就是粉底刷轻轻的推开呢 它就已经分布的非常均匀 延展性还不错 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使用的用量 其实并不多一点点 手上反而还有一大堆 一会儿我会把它擦掉 那我觉得现在的感觉呢 就是它有粉霜的那种 我不知道 我觉得粉霜都会有一点点小闷的感觉 就是你能感觉到脸上擦了东西 现在呢就是 大家我们也看了钟了 10点多少 10点5分 所以一会儿呢 我会再跟大家更新 这款粉霜的感觉效果到底如何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11点3个字 也就是11点15分了 那再看一下这个妆容 我有稍微的做一些调整 加了高光修容 然后上了一个稍微白一点点的粉饼均匀一下 因为我觉得那个粉底的颜色确实是有点太深了 不然的话接下来的这些视频我都不知道怎么录 因为今天要有几支视频是计划好要录的 总不能今天只录一支视频吧 当然不可以 镜头上可能会看不出来 它还是会颜色深一点 到目前为止已经一个小时了吧 氧化就还好 颜色没有怎么变的 依然是很服贴 有纹路的地方呢 我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卡进去的感觉 然后它的遮盖的效果也很好 我觉得保湿性也很不错 目前为止其实都还好了 就是一个小时其实看不太出来 除非那款分底液真的是太糟糕了 今天我要看一下奥克兰的温度是多少 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温度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那今天的温度是14到22度 这个温度呢可以作为参考 就是如果你当地是这样子的温度呢 可能如果你跟我的肤质类似的话 就会有类似这样子的反应 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还OK 也不会说觉得过于负担 像擦这种粉霜呢 我就不期望它擦BB霜一样 就是很轻薄很轻透 强调是没有妆感 你擦粉霜的那一天呢 一定是希望它有妆效的 对不对 有这个感觉就是有一个东西 搭在脸上的感觉是很正常的 这个我是可以接受 然后我不觉得它有一种 怎么说就是太厚重的感觉 就还好 那现在呢跟大家说一下 还是自然光哦 我没有打任何的灯光的 那如果是很亮的话呢 那表示我们家光线实在是太好了 这是一件 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其他的话 我觉得眼睛下面的那些细纹呢 它也没有卡粉 我稍微觉得就是这个 法令纹的地方有一点点了 就是因为今天是测试这款粉霜嘛 所以我希望就是抱着一个严格严谨的态度 去测试 不要说对它太宽容了 除了颜色之外 说实话我现在也没有什么 特别说它有哪里不好的 可能再过几个小时吧 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那目前为止呢 我都觉得这款粉霜还挺不错的 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钟了 再跟大家更新一下这款粉霜 现在这样子看呢 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冒油吧 它其实滋润度真的是很够 所以它其实蛮适合干皮的 对我而言呢 我不是这么喜欢 有一点点氧化 这个颜色呢 大家就不用看了 因为这个色号呢 是一定不是我的色号 它是很深的一个色号 所以大家就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不要太纠结色号了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呢 就是在讲这个粉底液的心得 还有它的这个感觉到底是如何 它遮盖毛孔不是遮盖的特别好 其余的话呢 我就觉得这款粉底液 它说是保养型的粉底液嘛 那按理来说的话就是 你会觉得肌肤有一种紧致的感觉 因为它里面是有添加鱼子的 那个保养的成分 所以我会对它期望再高一些 但是用下来到现在为止 大概有两三个小时了吧 但是我就觉得 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地方 还是蛮服贴的 就是到现在为止呢 我都觉得它还蛮服贴的 那因为现在的温度呢 其实并没有说很高或者很低 目前而言呢 就这么看没有浮粉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温度开始呢 就使用这款粉霜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夏天呢 我是这款粉霜我是绝对不会碰的 在夏季 因为它肯定是会太油了 对于我来说 好那这些呢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一些感受 过一会儿呢再跟大家更新吧 哈喽大家好 看我今天有没有粘到东西 我刚刚吃了个甜品 很好吃 那现在呢是下午的两点快二十分了 这个粉底液在我脸上已经呆了 有一二三四 四个多小时了 那我目前觉得呢 它完全完全没有要脱妆的意思 就是很服贴肌肤 鼻翼两边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些粉就是会出来 可能是因为出油的关系吧 就是有一些粉就冒出来了 然后TG呢会稍微开始有一点点小油了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温度呢 也不是说太冷 算是适中嘛 就是秋天的这个温度 所以我觉得我的皮肤呢 就是TG还是会出油 所以大家应该能看到 有一些泛油光 除了我的高光以外 因为我到现在呢 其实都完全没有补过妆 因为我想测试一下 它真实的这个效果 到底如何 这款粉霜真的很适合干性肌肤使用 两颊的粉霜呢 是非常服贴的 就是完全跟肌肤是融为一体的 所以我觉得挺棒 那我觉得这款粉霜呢 不太适合混合性偏油 油皮的同学就不要考虑这一款啦 因为绝对是不适合的 会出很多的油 那混合性肌肤 可能我都不大推荐吧 因为我觉得 容易出油的话呢 就是 它可能妆效就没有那么好了 可能要妆前的时候 用一款控油的 或者是到了中午呢 可能需要用粉饼 或者是吸油面纸 吸一下 然后再去定妆 那混干的肌肤呢 我觉得 勉强还可以接受 它就是非常适合干皮啦 如果你是干皮 极度干燥的皮肤呢 我抠了一下 这里有点红 别介意 然后拿头发挡一挡 就非常适合干性肌肤了 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氧化的情况呢 就没有再加深了 我觉得就还是 刚才那个样子 到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它还不错啦 就是 但是说实话 我真觉得它不值这个价格 哈喽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妆容 我觉得 这款粉霜呢 一定不太适合我 可能因为过于滋润吧 我觉得就是 整张脸现在就是 一直在冒油 而且我觉得有一种 闷闷的感觉 就不是特别舒服 不同的肌肤类型呢 可能在用不同的粉底液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这里呢 也是仅仅发表 我个人使用这款粉霜的 一些心得感受 然后同样呢 现在还是鼻子的这两边呢 就是能看到有些粉底液 已经浮出来了 然后这一边呢 因为有出油 显得就是这一块的 这些毛孔 有一点大 倒是没有粉底液 是掉在毛孔里 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粉霜呢 有一点氧化 好像没有早上刚擦完之后的 那个颜色那么漂亮了 也有可能这个粉霜的颜色 我本身就选的不对了 但是我觉得它多少 还是会有一点点氧化 TG尤其是出油 会比较厉害一点 大家还记得上一次 我reviewChanel的那一款 粉底液 就是新出的那一款 这个地方已经是浮粉 浮到一个不行了 但是这款粉霜呢 下巴的位置 还有额头的位置呢 其实都还好 就是没有说有浮粉的现象 唯一一个就是鼻翼两边 这个凹进去的地方 有一点点 还有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有一点点浮粉的现象 然后其余的地方都还好 对 这些就是我目前的一些感受 那一会儿呢 我就要去接孩子 回来呢 就要准备做饭啊 搞孩子 所以最后一次 review应该会是在 孩子睡觉 或者是六七点钟的时候 那再过几个小时后见吧 Hello大家好 现在呢是晚上的六点多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在洗手间里面 所以这个灯光呢 会比较偏黄一点 跟大家再说一下 这个粉霜 因为我下午去接孩子嘛 所以总不能顶着一张大油脸去吧 所以我用吸油纸呢 吸了一下油 那吸完油之后呢 我觉得妆效好像又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款粉霜呢 就是滋润度很高 我觉得如果 就我而言的话呢 可能不会放在冬天使用 因为我觉得即使是冬天 它都会有一点点过油了 对于我的肌肤类型来说 所以它会是比较适合偏干性的肌肤使用 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 鼻翼两边呢 就是因为出油 所以有一些浮粉的现象 然后我觉得就是 这一区呢 虽然是没有浮粉的现象 但是这个妆效 我不是特别满意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 这款粉底液呢 就是很好推 然后用量不需要太多 颜色方面呢 其实它选择的也蛮多的 那它除了粉霜以外呢 正妆的上面呢 还有一个遮瑕膏 那那个遮瑕膏呢 据说它是蛮creamy的 我没有用过 因为这个sample里面 它是没有带遮瑕膏的 只有粉霜 那粉霜用下来呢 我就觉得 很好推了 然后用量不是特别多 但是没有说特别 让我觉得很惊艳的感觉 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用完了之后就 就是它了 没错 就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对我而言 有一点点小失望了 那这款粉霜呢 我想我是不会购买正妆的 因为我觉得性价比 不是特别高 那希望这一些 使用感受和心得 还有我的第一印象呢 对大家在选这款粉霜上 有所帮助吧 那如果你喜欢看 这一类的视频呢 不要忘记给这支视频 点一个赞哦 如果你是新同学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那我们下一支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